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10月21号凌晨的桑普论证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桑普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Patreon, Youtube, 看完广告,看完影片, 以及利用Superfanser Function赞助支持本人的 多谢各位, Comment, Like, Share, 固言 我们希望每日都和大家日更, 台湾叫日更, 即每日一更, 希望和大家update, 用一个钟头左右的时间, 和大家讲一下美国大选最新的选情 过去24小时发生的事情, 希望大家明白, 我们讲一下最新的新闻先, 特朗普在星期六, 10月19号 在这个宾夕凡尼亚州的La Troppe, 拉特罗布斯, 举行这个集会 他和卡玛拉, 亦都是加紧在这个摇摆州, 就是这个宾夕凡尼亚州, 逐竞宣活动 在集会上面, 宾夕凡尼亚州的钢铁工人上台支持Trump, 声称这位总统用关税拯救了钢铁行业 其实protectionism, 保护主义, 是不是十恶不舍, 违反自由市场的原则, 或我们要的fair trade, 公平贸易呢? 即今日你, 中国对美国有多少个关税措施? 美国对你, 展开双手, 透坏松普, 益你这么多年, 然你处处设限, 标榜自己是发展中国家 特朗普就说, 我们很多美国在很多地方都在发展中, 所以我想适当的关税, 并不是十恶不舍 自由贸易必须要调整为公平贸易, Reciprocity, 你搞我多少, 我就搞你多少, 才逐步将贸易壁壘拆除 自由贸易是一个理想, 但是公平贸易是一个现实, 我们必须要争取的 用关税拯救中tariff, 拯救了这个钢铁行业, 就是这位很出色的前总统特朗普所说的一番说话 他工人送给特朗普一顶白色的安全帽, 前面写着他的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特朗普收了这份礼物, 在人群的掌声中带上他, 大家都很开心 看X平台中的The Post Millennial里面写 Pennsylvania steel workers endorsed Donald Trump for president, 说 He saved the steel industry with tariffs, You are my hero, and you are the greatest president ever 这是很清晰的一种礼赞 特朗普将人群强调, 如果他再次当选总统, 他将捍卫国家, 保护美国工人, 承诺 我永远不会为捍卫美国而道歉, 我会保护我们的工人, 我会保护我们的工作, 我会保护我们的边界 我会保护我们的孩子, 在地球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生活的与生拘来的权利 在应该开始他向观众问道, 你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比四年前更加好呢 当然当然不是了, 呼应了Ronald Reagan的名言 你们觉得是否四年前比现在更加好, 四年后的今天比现在更加差呢, 答案就是了 当他问, 现在的生活是否比四年前好, 人群立即响亮地回答, No Trump的问题就是, Are you better off now than you were four years ago? 然后客户就说, No 这个big no就告诉大家, 大家知道什么才是重要 当你罗列很多的议题, 由这个非法移民到经济到通货膨胀 对能源, 对这个绿色新政, 这些是大家核心关心的议题 至于堕胎国会山庄案的, 现在就是卡玛拉·哈里斯经常说的 其实那些人, 一般的选民不会视那些为最重要的议题 当你说, 鼓励大家合法化大麻种植, 黑人会开心吗? 当你说, 临盘八个月都可以堕胎, 一般的女性会觉得, 哇,要投你一票吗? 当你说, 我们现在禁止所有的这个, 岩叶又开采, 或者说, 在这个地方不会绝对禁止岩叶又开采, 你会觉得所有环保分子就会收货吗? 很多样东西, 你不要以为, 自以为是, 认为一些, 你以为的结果, 现在卡玛拉·哈里斯在做这些错误 这个错误会继续这样做的, 是不是? 就是这个, 提供非法移民赦免, 难道那些西语系, 拉丁裔的人会觉得很开心啊, 是不是这样呢? 你想一想, 这些东西不会得到选票, 而卡玛拉正在走一条差的道路, 就会说到, 他选情开始跌分的情况 是比我昨天做节目更加跌, 为什麽呢? 我就这样说 就是整个民意调查已经开始对他不利 刚刚讲过, 就是这个, 特朗普也都批评了, 拜登·哈里斯的失败 例如, 高通货膨胀, 高通货膨胀, 和外交政策 特朗普承诺, 如果他在11月大选中获胜, 美国将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他说, 一百年后, 2024年的总统选举将被视为美国最伟大的胜利 他承诺将会结束通货膨胀, 将就业机会带回美国, 立即确保南部边境的安全 我们将会恢復我们的安全, 我将会开启我们触手可及的辉煌命运 我请求你们再次为我们的国家的未来, 兴奋起来, 大家就很开心 英文是这样说的 We will restore our safety, and we will unlock the magnificent destiny that is just within our reach And I am asking you to be excited about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again 然后大家都顾着 他的高级顾问Jason Miller解释说 特朗普星期六的集会, 预计将会是他竞选最后两个星期里 为自己的当选资格, 做总结陈词的开始 就是conclusing statements, conclusing remarks的开始 因为就快会选举了, 现在剩下17天 可能现在看着的大家可能是16天 就是两个星期多两日, 最后是选举日之后就结束了 看回现在很多提前投票开始, 亲身投票的, 尤带投票也会有 所以鼓励大家, 无论支持什么候选人的话 我当然鼓励大家支持特朗普 支持什么候选人都好 踊跃投票, 擅进自己公民职责 总比一些在香港的人好, 香港人没有票投 美国, 港裔美国人有票投, 请你擅进投票的责任 希望促进一个团结, 而这个辉煌的美国 也希望特朗普能够顺利当选 concluding remarks要做了 因为剩下两个星期多的时间 要将自己的重点和对方的缺点 全面被披露一次, 好好总结 今时今日特朗普有资格做到 他的政綱政见很清楚 而对方的缺点也很清楚 反观卡玛拉同志, 他自己的政綱政见非常混沌 而咬着特朗普的东西, 完全咬错部位 譬如咬特朗普, 你自己的神智不清, 精神不好 well, 我自己觉得, 你自己想想 一个78岁的老人家, 你见过哪一位 你跟我说, 名字是一位 one of the persons one of the persons that you have encountered in your whole life 你整世见过78岁的老人家 有特朗普这样的精力 ok? 这么多官司告他 不要紧要, 继续在他粉战 每天很多个活动, 飞到不停, 连续几个月这样做 你告诉我, 有哪一个老人家他做到这样 而还可以他这么精灵 哇, 你的精灵程度相当厉害 ok? 所以我刚刚看Lachrode 这个在Pansylvania的这个造势的话 更加相当精神 每一个活动都是精神逆逆神采飞药 即我都很期望每一位人 每个人去到78岁的都可以有这样的精神 这个是福气来的 亦都是我会觉得是美国的福气来的 亦都是全世界的福气来的 ok? 希望这件事能够成功啦 根据CNN的报道呢 这个Trump的高级顾问Jason Miller刚刚讲过呢 他就说了, 我认为今天的讲话很重要 因为他一个总结的开始 由明天起一个礼拜我们将会在 由几下个礼拜 7日之后10月27日 在New York的Madison Square Garden 去麦迪逊广场花园 纽约的朋友你们有福了 可以去麦迪逊广场花园 去看这个超级大型的造势大会 是的, 他在那个地方将会介绍 我们将在这个地方做总结辩论的正式开场 而现在开场 过程中, 他会在宾迪逊广尼亚州 其中一家麦当劳去 visit 那他为何要 visit 他呢 因为他知道卡马拉说他在大学时期 就读这个华盛顿州 就读这个Howard University的时候呢 就说他是做过Cash Register 还有Making Fries at McDonald's 在这个华盛顿州 不是DC, 是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州 Howard University的时候 就做过收银和炸薯条 Trump就说他从未在那个地方工作过 从未在麦当劳工作过 全部是满嘴大话 于是乎呢 半个小时都好 都要在麦当劳做炸薯条 那就是串这个卡马拉 这个就是一贯的Trump style 不是空口说白话 我炸给你看 耶, 比你更聪明 我就说这件事是一种童心的表现 你可以说这个不是就是豆腐气吗 但这个有戏剧效果 而且这件事是有童心的表现 童真的表现 不是childish 是童真 就是你一种很真诚流露的一件事 我会觉得这件事无害于人 他不喜欢麦当劳 麦当劳答给他炸薯条 就炸薯条 那这个是两愿 跟你没关系 而且他说多话 这样就是串理 就是说你说大话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呢 是美国最重要的honor code 就是不可以说大话 honesty呢 在美国的价值里面 放在非常高的地位 在华人文化里面 信用未必是最重要的 可能香港人 就觉得信用很重要 但我说你真是华人文化 二千多三千多年以来 从来没有真真正正的信实 这件事呢 是重要的 所有东西都是孙子兵法 孙奔兵法 权宜之计 搞很多的合中连横 阴谋诡诈 全部是因时制宜 幸福而知 为之意 而没有真正的信实可言 你不说信用 只要最后你成为了王 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最后就全部都是一贯 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这样写下来 但反而美国有 华盛顿第一任美国总统斩樱桃树 要道歉认错 诚实开始 就是说给你知 honesty 是整个美国价值的基础和根基 亦是整个英美价值的根基 今时今日 他去这个麦当劳斯 其实不是 告诉你知我会炸薯条 是告诉大家 我是很讨厌那些讲大话的人 那当然了 你看美联系的报道 我看这些英文的报道 全部是美联社AP的报道 你会看到他 是怎样写的话呢 特朗普完全没有证据 证明他 没有在麦当劳打过弓 我就经常说 how can you prove the negative 你证明一下 我刚刚没有在麦当劳吃完东西上来 你证明到的呢 美联社要求特朗普 证明哈里斯 卡马拉 从未在麦当劳打过弓 你会讨论 你会讨论 为何美联社 你不问卡马拉同事 你证明一下 你在哪个时候打过弓 因为人家在质疑你 你说打过弓 哪个时候 哪家麦当劳 做过那些什么事 他说不出来的嘛 因为是 是 恨 今天是个谎 是个谎 这件事是非常可怕的 这件事 亦都是这件事 我们拭目以待 他会怎样看 他从未 特朗普就说 Harris lied about working at Mcdonald's It's not like a big thing But can I be honest with you It's terrible 那这个就是他的指责 成为了加州的总证检察长 这些基本事 都是在这儿 不断地去做这些这样的 这些这样的 谎的话 是不得了 当然了 卡马拉就说 在MSNBC上个月 做过一个访谈 他说过 他真的去过一个 Fast Food Train 即快餐的连锁店 就是这个 麦当劳 40年前 当他打过的时候 真的在那地方做 当时他怎样说 Part of the reason I even talk about having worked at Mcdonald's is because there are people who work at Mcdonald's in our country who are trying to raise a family 他说 为什么我说到 我曾经在麦当劳做过 是因为 真的在我们国家里面 有人在麦当劳工作 他们希望养家 养家庭 养妻活儿 我在那个地方 作为一个学生 在那儿工作过 这个就是卡马拉说过 他说 I think part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 and my opponent 就是我和特朗普的分别 includes our perspective on the need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what our responsibility then is to meet those needs 是我们对于美国人需求的观点不同 以及我们对 要满足他们需求的责任的观点不同 这是废话中 这是废话中 如何不同呢 如果真的没有在麦当劳打工 That's another bad story 那就 很简单 谁真是麦当劳打工 Let's see 所以这一件事是 Trump 不只会斗嘴 而且要抢气都会抢的 OK 那当然 美联社对他这件事 痴之以鼻 我觉得 整班左派记者 其实全都做了 民主党的烤鞭鼓 和宣传机器 这件事是很令人发指的 但是 曼陆从中都一点红的 曼蓝从中都一点红的 这一点是什麽意思呢 Carmen Harris一直刻意回避 选民一致关心的四个议题 美国的新闻周刊 Newsweek 这个一直都是比较左派 倾向华语集团支持的 Fat fund周刊 的社论editorial 直言 民主党人自食恶果 这个真是惊天地浮鬼神 这篇社论是由newsweek 很出名的newsweek 大家自己看周刊 即是在一般的 你譬如在机场上 都有摆了一格格的东西 都有newsweek 他的社论是由 这个刊物的资深特约编辑 兼The George Hamer Show的主持人 George Hamer 执笔 我们简直是漢物 就是George Hamer 去执笔的 那Hammer在今年7月26日 民主党强行推举 卡玛拉成为总统口说人之后 就预测卡玛拉的愚蠢 stupid 和爱嘲弄的形象 将会导致选举的严重反誓 他说实际上要赢得270张的选举人票 仍然需要赢得 艰苦背景的拜登 而改为支持一个拥有现代史上 最左倾投票纪录的加州人 卡玛拉 这个做法令人感到非常奇怪 weird 如今George Hamer的预测似乎成真 文中指出 卡玛拉最近在 宾夕凡尼亚州的Erie伊利市 做竞选活动 而宾夕凡尼亚州 这次选举中最重要的战场州 就是宾夕凡尼亚州 宾夕凡尼亚州 这个就是整个美国最重要的选举 宾夕凡尼亚和Georgia 这两个是很重要的州 值得注意的就是 现任联邦参议员 Bob Casey Jr. 即是海西 缺席了这一次造势活动 很多阻媒 无论是AP 或者发生社 或者路透社都没有真的报道 美联社都没有报道 海西缺席了 海西缺席了这个活动 卡马拉似图淡化海西的缺席 暗示海西正在做更重要的工作 例如挨家挨户拜访和鼓励投票 但显然这个不是事实 也都站不住 面对共和党候选人 Dave McCormick的强劲挑战 在宾夕凡尼亚参对参议员的强劲挑战 海西显然认为卡马拉的弯区左派负面形象 包括他过去支持的绿色新政 全国范围内禁止水力压列叶岩油的开彩 和严康的电动车强制性规定的历史 对他的选情来说是一个巨大包袱 希望和他若即若离某程度上切开一个去线 这个很难怪这个案子 其他面临挑战的现任民主党联邦参议员 例如Ohio的Charlotte Brown 布朗 和Montana 蒙帝纳州的泰斯特 John Tester 早些时候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即是说一个最新一项Marist 就是马利斯特全国大选的民意调查显示 在登记的无党派人士当中 Trump对于卡马拉的优势高达10% 如果这个差距在实际选举中得以维持的话 那Trump的优势和获选的可能性将会大幅提高 所以这些很多民主党的参议员 都希望和Harris保持一个比较远一点的距离 能够有利他们争取中间选民 独立选民 未决定选民的支持 文中继续提到卡马拉一直利用 心理学界所说的投射方式 荒谬地批评对手Trump去逃避媒体 你说Trump逃避媒体 是不是the other way around 谁在逃避所有电视台的访问 很多的专访 谁在逃避呢 Trump如何逃避媒体呢 一落机 谁接受专访是你多些还是Trump多些呢 谁想清谈节目 Town Hall Ready Store 我们做统计 哇你这样说就行 而事实上是卡马拉在拜登接任总统后 是卡马拉的热心的捐款者 照样接受你左媒的专访 但卡马拉却拒绝了Time Magazine的采访邀请 上星期她突然之间改变策略 接受Fox News的Brad Bair拜尔的专访 而在这个之前呢 卡马拉只是愿意接受最浅眉的媒体的专访 而不敢去做其他事 例如ABC 她脱落了 是吧 CNN她脱落了 那这些东西大家都记得 是不是 还有当然是Colombia CBS 那这个大家知道她是60 Minutes 接受这些最左派的媒体的专访 但最近才改政策 接受Fox News 我觉得只要平常心去看 你会知道她脱落了 即她答问题的方式好像挨打一样 有很多事情故意空灵地迴避 也不敢直接了当地回答问题 你看特朗普很清晰 她会迴避 特朗普有时候会射击地进行 但她最后会回答你的问题 但卡麦娜是没有的 或者很少有的 很多人不禁要问 卡麦娜和她的副手华智 内部民意调查结果究竟有多坏 才会令她放弃左傾的 一个Podcast节目叫做 Call Her Daddy 以及ABC The View的节目 只是上过一次 很多都是回避 转移选择更加主流的 刚刚说的Red Bayer Fox News的访问 即是说你今天 你觉得选情有危机 你先不在传统左派媒体做 你要硬要在 中间的铁道 在最后面的阶段介绍 希望拿到Fox News的人的支持 而事实上当然Fox News 这个Red Bayer的节目 坐在收视的最高点 是那么多卡麦娜和他 访谈节目中最高的收视率 最高的view数 但为何要这样做 你的策略为何呢 绝望时刻 而绝望时刻 确实需要采取绝望的措施 民主党人经常评击共和党人 是厌女 即是对于女性不欢迎 但他们对男性的厌惑 是如此的严重 以至于卡麦娜 似乎正在考虑接受 博客Joe Rogan的专访 而Rogan对于民主党的Wook 这些所谓左派觉醒的议程 即是左派的圈锹的议程 是充满怀疑论 Skepticism的风格 和卡麦娜认同 偏执的政治和公开的种族政治 讨论完全不符 这篇newsweek的文章继续说 时势做英雄真是大势逆转 请问最后一个 留在卡麦娜、Walks竞选总部的人 可以帮忙关灯吗 说得这么紧要 抛开讽刺不说 这场选举还未结束 但是卡麦娜和Walks的阵营 现在一定很难受 民主党人需要为他们的困境 扶起责任 在漫长的竞选过程中 一直回忆被美国选民中 民意调查里面最关注 一致表示最关心的四个议题 你看看所有民意调查 你问哪四个议题你最关心的 这四个议题都是哪个得分 是Trump得分的 1.经济 2.通货膨胀 3.移民 4.犯罪 经济其实是在说什么呢 你说美国是否失业率很高 没有 它失业率很高 是没有Job油 物价没有高 房价没有高 食品价格 燃油价格没有高 Yes 尤其在左交州 你不知左交州 Arizona Nevada Georgia 一样 即是这种高物价 高房价 高油价的情况很严重 其实只要把油价禁下来 很多东西就开始改变了 OK 但它不肯做 好了 经济 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经济主要问题是什么 是China的问题 China 关税 所以这两个是大家关心的 Trump觉得第一是Immigration 但是问大家民意调查 最关心的呢 就是Inflation and Economy 然后有移民 刚刚说过 大量非法移民 Coming from prison Coming from mental institution Coming from asylum centers Coming from asylum centers Coming from Venezuela From Congo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这个地方导致了Venezuela的 gang 在Aurora Colorado 集结 这个大方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 Operation Aurora 大家我们讲过 现在不再重复 第四个就是犯罪 刚刚移民衍生的犯罪问题 所以经济通货膨罪是联生英 移民和犯罪也是联生的 所以大家就是 两个孖身暴暴 变了二加二 四个最主要的议题 而四个议题 每个议题 都是左派 讯息 而Kamela Dedwalk Trump 上升的 相反 这个看到 Kamela 不断 试图将选战 转移到 几个他们有利的议题上 包括墮胎 和国会山庄 2021年1月6日的所谓的riot 但是他们这件事完全失败 美国人民依然最关心 这四个基本的生活品质问题 因为他们就是 Stupid That's economy Who said that Bill Clinton OK 哈林顿曾经说过 大家不要那么笨 这个就是经济决定很多东西 大家都没有一口好吃 大家都觉得经济 就算有一口好吃 蜜白蜜藤贵 通货膨胀 人心思变 而这件事你不去面对 你反而去转移 不讲这些四大议题 转移到其他议题上讲 It's really stupid 你没有个对策 因为你说到尾 人家一定问你 如果你说这么多东西 要承诺一二三四五 好像很smart 地对应这四个问题 Why haven't you done this in these four years 你是成为美国的副总统 你辅助拜登 你说拜登做的事 你基本上没有一些东西去DV from him 那我问你了 那请问 你怎么回应四个问题 你四年来都没有做过 现在转死成 说的东西没有人相信 That's the point 这个是很基本 不需要论很多书都知道 是不是 而且他们多年来一直关心这些问题 就是说 美国人一直关心这四大议题 而民主党人对于选民 在这些问题上的感受如此脱截 以及拜登卡马拉的政府的施政成绩如此差 这个完全是他们的责任 所以 newsweek的George Hamer就说 如果 卡马拉·Harris和Tim Walz的组合最终落坏 民主党人会暂停一下 好好照照镜 或者他们会意识到 承诺允许晚期堕胎 是讨好女性的一个奇怪的方式 承诺为非法移民提供大规模卸面 是讨西班牙裔的一种弊大于利的奇怪做法 以大麻合法化有利去讨好黑人是完全令人反感的做法 如果历史可以作为参考 他们可能不会改变 这个就是我们看回整个文章是边辟进来 在我见过这么多篇 英文最近写的文章里面 是写得最 对于他们直击要害的一点很重要 直击的非非常认 认棍 另外就是说 卡马拉 60岁生日 他经常笑特朗普 他都六字头 六章来了 60岁生日 平击特朗普78岁 体力不知 体力不知 说你完全是触错重点 你可以说特朗普狂 你可以说特朗普大嘴巴 你可以说特朗普说的东西完全是老作 你可以不断说这些东西 你说特朗普体力不知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hen Where How To what extent Why 你回答这些问题给大家听 我会觉得你找个七十八岁的人 我会觉得你找个六十岁的人 你同一个年纪找到你 你上过多少个节目 你做过多少场做世大会 跟着很多左家说 我们不是比拼究竟上多少场节目的 不是斗这些的 我只是说一点 你去批评特朗普什么都可以 你批评他 体力不知 违避辩论 特朗普连续的团队 Steven璋很清楚 告诉你 Fox News 每天被你选 你都不是辩论 你不断推 一定要选ABC 选CNN 你不要做 你每每每每都做交媒体 每每每都都是三打一 不要搞 反正川普都在赢 肯定上得赢 最近看这个网站 在Google输入 270 to win 270 to win 他有一个网站,这个网站比较是一个,他不是左派右派,他只不过是综合各路的民意调查,做一个中位数的统计而已 就是他不是做一个主动做一个自己的民意调查 他将那些左交的民意调查和右派的民意调查全部综合 那这些其实主要左派占有的,你知道媒体做民意调查或者民意调查机构都是左派居多的 所以一定有左派偏好的 我先不要说这件事,做中位数,我发觉到连续这个礼拜,我发觉到奇怪的现象 不是奇怪的现象,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就是哈里斯卡马拉宣布参选以来,开始输给特朗普,就是这两个礼拜开始 我看回就是,譬如说是他们统计到少数后一位,就是0.1% 在密切根和尼巴达,是完全没有分王子,但特朗普赢了什么呢? 阿里斯卡马拉宣布,习近平和威士康尔斯 输给了巴西兰威尔斯 如果这样的话,特朗普超过270票 我记得272票,那现在你两个猜的东西是打和的,平手0.1% 那你说川普赢的那些,甚至Pennsylvania,卡玛拉赢的那些都是0.3,0.7% 那欠的团物五差范围,yes,因为这是综合那么多民意调查的一种中位数 但你不要忘记我刚刚讲过,这些民意调查结果大部分都是左派机构 有左派的偏袒,依然川普在赢,接着这些不是内部民意调查 如果你说民主党的内部民意调查,我说民主党的内部民意调查 卡玛拉是输了7个,共和党的民意调查都是卡玛拉输了7个 这两个都没有公布的结果,因为他们自己不公布 那些民意调查是CNN,哈佛大学,Siena College那些,New York Post那些公布那些 那些是外面的人是做一些水分,有很多的微调,已经做到这样了 但他们内部的民意调查显示,两党都显示,其实是卡玛拉输了 我可以这么说,两个民意调查,内部的民意调查显示 川普是赢300多张选举人票,远远超过270个门栏 那我问你,这件事,那你说是否大家不去投票呢? No,因为你没有投票就玩完了,所以大家要继续投票 但你说两个候选人哪个占优一些? 川普,除非今天是有选举舞弊 所以大家要密切监督,还有要搞到什么呢? Too big to rig,这个是最基本的 所以我觉得两个方向大家可以做 催更多人,让我投川普投票 我觉得很多人,很多我的观众也都在下面留言说 我们家里两个人,五个人,三个人,四个人 或者我一个人已经投了一票了 所以我很多谢大家 我不能够逐一说你们的名字,谢谢你们 而同时也希望大家一传十,十传八,拉多些人出来投票 尤其那些经常都登记了做选民,但没有投票的 希望拉他们出来投票 投票选择川普能够帮助美国,帮助全世界 他说,save the world, you are a hero 多谢你们,每一票的支持都是重要的 那我们看回这个情况 当你卡马拉依然咬住川普 你精神不振,体力不知 哇,你可以说川普违避辩论? 他不想再跟你辩论,因为我赢了 他何来体力不知呢? 喂,刚刚说过,去到那个天主教的一个聚会 川普去,你不去 你在威斯康夕做势,川普是忙其他事情 他是不想再跟你辩论,因为没有人赢紧 他在赢紧,还要跟你在那里再重复 只有输了的人才重复 所以我想在这个情况之下 当卡马拉在19号,在亚特兰大 即Georgia的亚特兰大做事的时候 嘲讽川普,说他因为体力不知 回避辩论,早消采访的时候 批评川普的演说万无边制的时候 川普的阵营反击,强调川普的身心状态绝佳 足以升任总统的职务 发生社的报道里面,说这场选战 年龄成为关键的议题 现任总统拜登因为担忧自身能力受质而退出竞选 其实被逼走,被谁逼走? Nancy Pelosi, Hillary Clinton, Barrett, Hussein, Obama 逼走的 而谁完成了这个政变之后 谁成为真正的得益者 就是卡马拉·Harris 他持续抨击川普的心智状态 是不是适合担任总统 我觉得真的不适合担任总统的就是卡马拉 距离11月5号投票日 仅剩两周 民调显示两多候选人的支持率几乎不分牵制 20号卡马拉和特朗普都前往关键摇拜州 宾夕几凡尼亚州拉票 这个走被视为七大决定线州分中的必争之地 那么大家看看 Tesla和SpaceX的CEO Elon Musk 也都是亲父宾夕凡尼亚州左阵 承诺每日送出100万美金 一日给1Million的钱 100万美金很多钱 780万港币 是不是很用呢 一个 给签署他发起 宣伐修正案请愿书的民众 直到大选日 而卡马拉就邀请流行歌手Lizzo和Usha为他站台 好像群星献帅要香港 群星献帅要美利坚 那我找邀卡马拉 就找Lizzo和Usha为他站台 呼籲选民支持美国首位女性总统 Lizzo和Usha大家看他的表演 那你找一些人来陪衬 你干什么呢 你自己唱饱他 那今天大家是看你说话 你不是看那些歌手表演 你希望用这些歌手吸引人来看你 It's really wrong 就是说有Lizzo看 哎呀卡马拉不需要看 我看Lizzo和Usha而已 你只是看YouTube而已 我只是看这些厉害的恶队去看捧场 你整个市场失招 我就不知道他怎么想 随着选战进入最后阶段 两多候选人都致力于争取潮拜州选民的支持 为这场世纪对决 评添很多变数 那大家拭目以待未来的变化 大家就开始估领袖之外 都估领袖下面要用的人 今天左派的网站Political 19号率先汇整了两人的内角潜在名单 据了解特朗普当前专注于取得胜利 未认真思考内角人选 卡玛拉就预计确保信任人选入国之余 保持与现任政府的连贯性 先说卡玛拉 他的内角人选可能是其中一个 就是现任中情局CIA的局长William Burns 因为他任来多次评击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 包括事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决心的 在政治生涯中控制台湾的这件事是出名的 但机会比较低 因为每一个内角的任命是要过内角人员 我记得要过参议院的 而这件事呢Burns他负责 拜登要负责去制定这个中东和平方案 由以哈冲突以伊冲突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 到现在是失败的 很容易被挡的 OK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 是跟Trump决裂的 另一个就是William Burns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危机 另一个呢 其实William Burns可能就已经是 卡麦娜这个内角里面的人选里面比较好的一个 后面那些呢 我真是 我真是不敢看待 那当然就是有 其他的人选是他可以去找 譬如有这个 Richard Grennell 格瑞尼尔 有Bill Hargory OK 也都有呢 不是说错了 一个就是Peter Buttigieg 就是现在的运输部长 OK 前运输部长布塔朱吉 OK 另外就是有这个 弗雷克 就是和特朗普决裂的前共和党参议员 那么他就是 由他出任 就意味着 卡麦娜相信在美国外交上 以同一个声音说话的重要性 第三就是共和党的伴将 另外就是第三个人选就是 参议员Mervie 以他脱泳而出的部分原因是在于他对人权记录差的美国盟友更加强硬的 那么当然这些人呢最后没有正式决定 那么可能就是William Burns 和刚刚说Peter Buttigieg之间的资争 但是你问我呢 就算他找到William Burns 可能都过不到参议员 因为我看参议员过八成的机会 都是共和党五十一席 民主督四十九席 他会被人挡的 你要过的话很难 另外呢 特朗普的国务卿的人选也都受到欧洲的密切关注 前駐德大使呢 刚刚说的就是我说错了 Richard Grenoel就是共和党的人 他是前駐德国大使 是人选之一 他是共和党内被视为国务卿 或者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有力竞争者 目前担任指在对抗中国政府影响力的非盈利组织 保护美国倡议的资深顾问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经常熟悉的前白宫国安顾问Robert O'Brien 他是潜在人选 六月曾经主张 美国中国应该全面经济脱欧 即是Decoupling 即是脱欧团链 美军陆战队全数部署亚洲 希望他都来台湾 以及恢复地下核武试验 另外前駐日大使凯格提 駐日本大使 Bill Hagerty 还有这个是佛罗里达州的参议 Marco Rubio 这个就是大家都熟悉了 都可能着凭重选的 很多人说 那蓬佩奥呢 我可以这样说 蓬佩奥成为国防部长机会很大 如果Trump胜选的话 蓬佩奥不是国务卿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做国防部长机会比较大 那国防部长拥有很大的实权 那我相信就是说余茂春 Miles Yu 和蓬佩奥的合作 会重新启动 而这件事对于Trump的这一种 政策的制定是非常关键的 那这些就是拭目以待未来的情况了 因为蓬佩奥是主张大力支持以色列 强硬对抗伊朗 2022年两次访问台湾 台湾是独立国家 甚至要和台湾建交的 参议员Tim Cotton 亦是另一个人选 他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退役军人 亦是参议员军委会的强硬派 中议员Waltz不排除黑马 但是我认为这几个人里面 蓬佩奥的机会可以说是斩斩下大烟满鸭 今天看回这个情况 会成为大家猜 但是与其猜 最多什么都不会拍板住 民主国家总统选举 所以未选之前要在一个地方做分装 就是谁做什么位的那些 不适合的 当然做大的 当然心里面有幅稿 但是绝对不会和你证实任何东西 也都不会拍板任何东西 他只是一个草稿 一直去胜选之后 他才会做最后决定 所以你问 没有人会知道 就算你问Trump 现在都不可以回答给你听 不适合回答 而且他也不可能在这个时间宣布最终结果 他都未想好所有的事情 要看回各人的表现 所以还看后面的事 当然干预选举是很大事的 美国现在是针对俄罗斯 或者全世界任何国家 不是只有俄罗斯 外国个人或实体干预选举的资讯 更加点名俄罗斯军事团队Riber LLC 其实他后面的资金是来自于俄罗斯技术国家集团Rostak 而这个就是俄国的国防工业巨头 而这个所谓的Riber LLC 他持装的人 也曾经出任过 这个Mikhail Tlitchou 也曾经出任过俄国特总部队成员 也都是前国防部的顾员 不得了 所以这个呢 谁像这样干预选举不得了 譬如我现在这样评论选举 不是干预选举 是言论自由的部分 什么呢 是国家机器 运用一些民间机构 间接再间接 接着做一些假的消息 干预选举 去做挑拨离间 促进社会的分裂分化 煽动党派和族群不和 种族不和 鼓励仇恨和暴力 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讨伐的对象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要搞清楚 但是千万不要那些座家说 你双方在外面 不要说这么多美国选举 我说的对他听他说多些 说的不对他听你不要说 你不要干预 It's really wrong 重点是在于 每一个香港在外面的频道人 不仅在英国、美国、加拿大你都在说 百花齐放言论自由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有些人喜欢支持 賀錦丽的 那叫做The Win 那他喜欢怎样就怎样 但是我自己说 去我来说来说 就是清心直说 自己说自己的说话 因为这个选举影响到我 我为什么没有资格说 我台湾守台湾法律 不需要守美国法律 你搞清楚 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而且是合理的地方 台湾选举 用一些这样的间接的线 搞一个网台 搞一个麦克风 来专门是做一些假消息分化的东西 我一起说的 我支持右派 但我不会认为 美国左派越完越杀了才行 不是这样的 最多都要团结整个美国 而促进美国 大家能够使得美国更加伟大更加繁荣 这个对于台湾好 有网友前几段都留言给我 就写说 你为什么一定要美国好呢 美国强 其实你为美国好为什么呢 对台湾就会好吗 但我说是 美国如果不强 如果堕落的话 中国就会得逞 对台湾不利 美国强 美中关系恶劣 中国被削弱 台湾就更安全 美国强 美国会不会支持台湾呢 会 会不会支持国难呢 不是好会 他会停滞 在这个方式上会表现支持 但他不会说 继续帮你乌克兰 帮你输入大规模的杀伤力武器 给你去打 No 或者欢迎你加入北约 No 我想这件事 无论民主党和共和党 都有共识不支持 那你说你今天很惨 人家什么 那为什么要厚恥薄比 为什么要带西超 对台湾好 对于乌克兰不好的 就是我告诉你 真正原因 因为 和美国利益有关 我上一节很详细 在我上一节 一个多小时节目 后面半个小时都告诉大家 美国利益的首会四种主义 特朗普是採取 Jacksonian的主义 这个就代表他本身以美国利益为重 而台湾是属于美国核心利益的重要部分 沃阿兰不是 可惜也好 不可惜也好 不是 事实上就不是 OK 那么这件事希望大家看下去了 就是景物长移方眼梁 就是 毛泽东的垃圾师 就看下 以后会怎么做 当然 卡玛拉现在 特朗普你精神 看你不知 不肯辩论 其实不肯辩论 因为我赢 我为什么要跟你辩论呢 是你输 要黑球辩论 还有我开了个盘 Fox News 给你辩论 你都不辩论了嘛 另一方面就是 卡玛拉哈里斯找些什么呢 那些叫卖正借 那些叫做逻底橙 那些被人抛弃的那些共和党建制派 出来拉票 想着这样一样 可以将在Michigan 在Pansylvania 在Wisconsin 里面那些所谓的中间选民 或者比较倾向右派的一些 淺红的选民拉过来 哇 已经无所不用其極 一时要黑男人 一时就有男领白女人 现在搞了一些淺红的 即是以前是共和党建制派的 以为以前支持过Nicky Hailey 不支持Trump在初选里面那些 专门在那地方炮弓 说到尾 今时今日Nicky Hailey 不要再批评他 我是挺尊敬他的 Ron DeSantis 我是尊敬他的 Trump以前在初选里 大嘴巴不断咬他们两个 我会觉得Trump不应该咬他们两个 所以我不是Trump的粉丝 但我是Trump的支持者 但不代表Trump做所有事都是对的 他不是上帝不是耶稣 他只不过人都会犯错 特朗普不应该咬得Ron DeSantis 或者Nicky Hailey那么狠 没有必要 而事实上我都会认识英雄 重英雄 觉得Ron DeSantis 佛州州长 和Nicky Hailey两位共和党初选里面 和Trump较量的两位人 是可敬的人 而是有能力的人 我都希望这两个人 能够在政治上斩老头角 而Nicky Hailey 这个前駐联合国的代表 是Trump曾经重用过的人 他当然公平地和Trump希望竞选 他的目的就是 Trump可能比较 别人觉得大嘴巴激进 他希望在中间路线 吸引多些人的支持 但是初选一输 他立即退场 接着不再骂Trump 而且帮Trump去助选 别人问Trump最近 问Trump你会不会 觉得Nicky Hailey是另一个人 他说不会 他已经in the campaign 他已经参加我们的campaign了 OK的了 非常好的 所以我问你了 Carmel Harris 去到Michigan 打算在Oakland County Pansylvania的Chester County Wisconsin的Waukesha County 希望拉拢那些曾经强烈支持过 Nicky Hailey的一些 Country的一些情况 他希望吸引他们 行不行呢 很难 Nicky Hailey不算是共和党的建制派 他只是一个清心直说 希望沽了一样 希望奋斗的人 他没有很大的金墨 潜墨在后面 他本身都是说 清心直说 所以很多选民都是 不如找Nicky Hailey 那你今天 Nicky Hailey输入 他们都会投Trump 不会说No Trump Never Trump Never Trump 的人 不会这样的 所以我会觉得 他这样拉拢是没意思 当然了 这一次 他未来的造势 他会拉拢Liz Cheney Liz Cheney 就是这个 以前这个 这个小布殊时代的 副总统切尼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和军工复合体军火商非常有联系的人 他的女儿叫Liz Cheney 就是以前Wyelming的联邦众议员 但是因为他反Trump Trump就不提名他 Trump不支持他 而共和党的选民不提名他 他怪了Trump 其实他得不到选民的支持 然后贵抛腮 这次是第一次支持Kamala Harris 上次都说过了 而另外有保守派的广播主持人 Charlie Sykes 和共和党的策略师 Sarah Longworth 都会出席 这个Kamala Harris 在这个有关 这些不同的郡的一些这样的造势活动 我看到这样的情况 你会发觉一点就是什么呢 Kamala Harris很急 你看 Trump 不会在一些中间选民的区域 就是那些什么Counties 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他不是摇摆州 就是那些势军力敌比较容易输的州去做 但是他不会target 一些特定的类型的选民去打下去 譬如说特定一些 哎呀这些undecided voters 我专门打这些这样的东西 当你要打这些东西的时候 以获获打这些东西的时候 每次打这些东西的时候 that means something 就是说 选情告急 而这个对于这个 我看Kamala Harris 他开始呢 开始就是高急了 我昨天都说过了 当他全部押注在三个 所谓的Blue Wall State 其实Rusbell State 就是Pansylvania Michigan 和这个Wisconsin的时候 我知道 他希望三个全赢 好像是T一样 三年 这个 不是三重彩 三重彩 赢了 先赢了 一个都输 三重彩 你要买三重彩的话 是很难的 但是他专门要这么准 因为他不赢了这个 他输的 因为为什么呢 他知道Arizona 他输紧 Georgia他输紧 North Carolina都输紧 所以他基本上 已经开始放手的地方 专门打Blue Wall State 而我看下去 说他开始 害怕 他只是无法往前做offensive 他只是守 而守他守得很难 然后他现在开始去对那些 所谓的中间选民 或者淺红选民 去下手 当然他绝对有权这样做 选战策略嘛 有他的合理性的 但是他这样做法 觉得是爱兵 就是我觉得是一种爱兵 你真是要争取的 应该是去到你选战的初冲 其实初心和初冲是同一个意思 因为冲即是心 即是 言不由心和言不由冲是一样的 有人讲初心也有人讲初冲 去回你的选战的初冲或初心 你这个价值观是什么 你只要站稳那个位 很多人就会来的 你现在没有赢 你赢紧的情况下 赢紧的情况之下 用什么搞什么tactics 你不需要 我就很害怕 民主党最后又开始做票了 又开始涉嫌做票了 That's the very important point 那我就会做这件事很大劲 非常坏的一件事 对于很多人一来 就觉得 沃兰优先 还是台湾优先 我会读一些文字给大家看 我会觉得这些文字 是来自于我一位好的 我认识的朋友 余杰这本书 这本新书叫做 川普拯救美国的书 Save America Trump 这本书 其中一几段 希望最后完结这一节之前 给大家听 希望大家明白 沃兰优先 还是台湾优先 而Trump在过去这半年来 究竟对于台湾说过什么 我早点总结给大家看 让大家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看法 我昨天介绍过四种不同的原则 是Walter Mudd Russell Mead 的一种理论 其实已经是2001年 他写的书已经说到 今年预结出这本书 更加重要 我想读一读几段给大家听 希望大家不厌其烦 就算不看书 都会听一下我这个节目 都吸收了一些新的知识 俄罗斯入侵沃兰 以及哈马斯对以色列的发动恐怖袭击 使得美国的战略中心 再度转向欧洲和近东 对印太战略来说是颇为不利的 很多人担心如果台海局势恶化 美国必然会故此失彼的 那是湖南重要还是台湾重要呢 这是难以回避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背后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国家安全的战略 对美国来说 究竟俄罗斯是最大的敌人 还是中国是最大的敌人 前者是冷战思维 后者是新冷战时代 尚在凝聚的共识 美国的对台政策 在特朗普的时代发生重大的转变 而这个变化的大背景 就是印太战略的实施 就是美国的战略中心由欧洲转向亚洲 由大西洋转向太平洋 俄罗斯民主化失败之后 普京再度将它威权化 并继续与美国为敌 但俄罗斯的经济体量 已经跌到全球10名之后 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只是区域性 如今对美国造成全球性威胁的 就唯有中国 2024年3月 美国耶路大学的保守派智库 巴克利研究院 举办了一场政策辩论会 辩论美国外交战略的优先顺位 辩论题目是这样写的 美国应该优先考虑台湾 而非乌克兰 The US should prioritize Taiwan over Ukraine 这个题目本身就是答案 体现了美国保守派的立场 亦都是Trump 执政期间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典范转移 Paradigm Shift 这个辩论在两位重量级的学者之间展开 赞成台湾优先的 是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 Albridge Kobe 他是川普 Trump 政府时期 著名的对中鹰派 著有关于美国印太战略的论注 拒止战略 拒绝 停止 拒止战略 反方代表 就是耶路大学苏俄及东欧问题的专家 Timothy Schneider 就是史内德 他的血色大地暴政等著作在西方影响很大 在美国的政治光谱里 Schneider是标准的学院精英和左派知识分子 他的国际观和国内的政治立场互为表里 他的研究领域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立场 以俄国为美国的首要敌人 而他对中国、台湾和亚洲问题并无太多的涉猎 故此忽略了中国问题的严重性 他认为美国不应该优先考虑台湾 而应该优先考虑河南 这位抗俄的一位学者 Schneider提出四大理由 第一,俄乌战争的现在进行式 台湾战争不是 一旦沃南战败 美国将会立刻面临四大风险 核武扩散 种族灭绝和违背国际法 违反北约宗旨 摧毁民主价值 第二,阻止中国侵略台湾的最好方式 是先阻止俄罗斯 在沃南战胜 第三,中俄两国早已联手 俄国侵污 应视为中俄同盟对民主阵营发动攻势 第四,美国帮助沃南打赢俄罗斯 在全球竞争上的最大对手 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层面 都比俄罗斯带来更大的威胁 中国不单止有条件 它的共产专政政权更改变国际现状 和国际秩序的意图 其中不可划决的一步就是统一台湾 但是,只要占领台湾,中国就能够称霸亚洲 称霸未来全球市场占比将近五成的地区 反观美国不单止会失去第一倒链 美国在韩国、日本等地构筑的同盟 更会如骨牌般往中国倒去 为此,台湾值得美国国家战略最优先 也最逼切的关注,人力、武器、资金、原物料 和政治资本都必须尽快投入到台湾 Coby说,当前美国被俄乌战争分散了注意力 俄国人入侵乌尔兰固然可护 当然是完全正当,值得强烈谴责 而乌尔兰人抵抗确实有理 美国也应该提供乌国一定的援助 但美国不应该混淆优先顺序 为了援污而担割对于台湾的关注 因为中国是远比俄国更危险的对手 而且北约的欧洲国家 对于乌克兰应比较更多的支持 欧盟在经济势力上远省俄国 乌克兰的问题对于欧盟国家更是顺望此寒 欧盟的能力也有义务帮助乌克兰 相比之下,在东亚并没有一个能够制约中国的亚盟 如果没有美国 台湾首先就会淋陷 因此 Kobe主张 美国只能在沃尔兰做有限度投入 同时要全力强化台湾的阻碍和东亚同盟关系 用法国思想的 台湾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一书中的观念来看 有些国家能够成为民主宪政国家 有些国家不能够成为民主宪政国家 是基于不同的民情秩序 民情秩序 是长期形成的 不可能一夜之间转变 在阿富汗这样的国家 美国发动反恐战争 耗费十几年时间和数千亿投入 是无法帮助建构起民主自由政体 最后不得不接受塔利班卷土重来 在这个意义上 沃兰是失败国家 中央政府无力提供安全、公共服务、政治参与等正向政治资本 反之 台湾是成功国家 美国当然揭尽全力先帮助成功国家 而对帮助失败国家设定限度 美国和欧盟当然应该要帮助乌克兰 但乌克兰自身的改革不能因为战争而终止 如果乌克兰自己不争气 外部援助总有一天会呼气和停止 就如同当年美国支持国民党政权 安然捱过了中日战争 但他无法继续支持国民党和国民共产党内战 国民政府如同扶不起的柯斗 仍美国不会傻到往毛底洞扔钱 乌克兰独立后成为中共最重要的先进武器供应国 中共通过重金贵赂 以极低的价格向乌克兰购买航母 然后改装 最多的时候 乌克兰有数千军工产业的工程师 在中国帮助研发和生产武器 尽管中国是俄罗斯最关键的盟友 乌克兰始终和中国友好 台湾出于顺望此行之感 潮野大力支持和援助温兰 温兰却继续刻意奉迎中国 对台湾不屑一顾 2024年7月 温兰外交部长 Dimitro Kuleba 赴莱巴 访问中国 在会见中国外长王毅时表示 作为全球和平的力量 中国的作用非常重要 温兰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并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我问你了 你会觉得这样 我是台湾人 会不会支持乌克兰 OK Trump Vance和美国保守派认为 乌克兰不应该得到无优子的援助 是有道理的 相比之下 美国对台湾的每一分支持和援助 都如同投资一样 会有丰厚的回报 台湾不是乌克兰 更加不是阿富汗 在全球范围里面 台湾是民主转型最为成功的国家 第一 台湾拥有印太地区最具务力的公民社会 新兴科技和经济贸易 也是这个地区除日本之外最亲美的国家 美国和他的盟友绝不会坐视好国好民的台湾 孤独地被中国霸凌乃至武力侵略 保护台湾是目前左右尖锐对立的美国政界 少有取得高度共识的外交议题 台湾这个未结盟的盟友的重要性 甚至超过美国在欧洲的大部分盟友 而大家看看 特朗普在他任内通过了11次对台军售 包括66架F-16B战机 108部M1A2T主力战车 11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AGM-88反辐射飞弹 MK-48MOD-7的重型鱼雷和陆基鱼叉反弹飞弹系统等等 军售内容更加一改以往仅限于防御性武器 而改以大型装备和具备攻击作用的先进精进武器 对中国武统台湾造成极大的阻力 据日本媒体《朝日新闻》在2021年的一篇报道 2018年特朗普执政时期的机密档案 曾经详细规划中国侵略台湾或日本冲城南部尼岛的时候 美国武力支援日本和台湾的具体方案 已经做了有关的计划 2024年5月曾经获川普任命派驻欧洲安全机合作组织大使的Ginmore 对于台湾记者表示 我相信川普再次就任中后会支持台湾 2024年6月前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 就是Pottinger表示 川普执政时他曾多次和他讨论台湾议题 川普总统非常了解台湾安全对美国战略 经济和全球局势的重要性 2024年5月30日 川普在一次竞争活动中安全公开宣称 在他任内若中国侵略台湾就要轰炸北京 If you bomb Taiwan will bomb Beijing 中国对这句话警方失踪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 上述言论是非常丧心病狂的 部分逢川必反的美国左派媒体也和中共谣商唱和 声称这是川普的狂言 很多台湾亲中媒体调出负面报道 譬如 联合报的标题就是 川普指出 若六就是中国侵略台湾 大陆侵略台湾 将轰炸北京 六就是中国国防部同批丧心病狂 中国时报的报道是 川普狂言吓坏金主 这间报纸仿佛成了川普金主的代言人 其实他的老板才是亲中的商人 特朗普这句话并非狂言 而是常识和真话 这句话几乎合作为美国国内法的台湾关系法 也和美国宪法独立宣言和美国建国的基本理念相吻合 2024年7月共和党的全国大会上 RNC里面 共和党新通过的党纲中列入多项对抗中国的政策 共和党人会撤销 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逐渐淘汰从中国进口必需品 以及阻止中国购买美国地产和产业 在国防部分指出 共和党计划透过实力带回和平 peace through strength 重建美国的军事和联盟 反制中国打击恐怖主义 建立鐵穹飞弹Iron Dome的防御盾 提升美国价值 确保美国国土和边界 以及让我们的国防产业基地复苏 党纲尽管没有提及任何盟邦的名字 但又提到印太地区 我们会支持印太地区的强健 主权和独立国家 与地与他方在和平 与商业交流中蓬勃发展 曾经担任共和党 亚太区主委的政治分析家 方恩格就是Ross Feingold 就说 这句话很大概率是包括台湾 意味着Trump和Republicans 将台湾视为独立国家 我问你 我说这些是事实 也都是很客观的分析 我也觉得这些我同意 我想先问大家 看完这些东西之后 你是不是觉得 Trump是捨弃台湾 不要 The other way around 不 对于这个沃兰 是不是要继续决战到底 No 我觉得不会 不会割地 也不会赔款 但是会有方法去做 有些人有很多方案 我觉得譬如说 五分一被俄罗斯占免土地 要俄罗斯军撤走 成为非军市区 我说过了 这个是JD Vance的方案 你说不喜欢 有些人提到联合国托管 联合国是谁在宰制 中英美素法 常任理事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那你要中国俄国在里面 有联合国的地方 已经知道是做法 我觉得这件事不是很实际的 你设为非非军事区 你都不需要仰赖联合国 联合国没有军队的 而你不要被中国插手这件事 这件事纯粹是 这个沃南俄罗斯 顶代和北约的一个协议 包括美国在内的协议 不要被中国插手下来 也没有透过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 常任理事国 给中国有猶引猶疑的空间 因为联合国如果你要驻军的话 这些驻军 万一他通过这个 得与不行 你要过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 而这件事中国会肯吗 俄罗斯会肯吗 肯的话才有猶疑 不肯的话你也住不成 所以不要想着这个联合国 用驻军方式来处理 五分一的失去土地 那个土地没有失去 仍陌入这个沃南的范围 我始终认为 J.D. Vance的方案 是经过Trump和Vance的深思熟练的 亦都经过共和党人的深思熟练 就是说俄军和乌军都不注册 在那个非军事区 而那个地方保持和平 谁入侵那个地方到示威开战 到时候就是等于 没有北约第五条保护的一种 新形态的情况 而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更加好 即不需要将Ukraine 或入成为北约的国家 去得罪俄罗斯 但实质上收到了一种 将Ukraine 或入北约的实际效果 听得明白吗 即是说如果 谁违反这个非军事区的决定 就等于侵略 全北约美国和俄罗斯决一死战 这个就是呼应了 最近特朗普说到 如果要炸的话 我知道你这个普京住在 这个摩斯卡的碉堡里面 或者在上面投摘那个 炸弹炸死你 你敢去停战之后你再这样动 所以汪南的航母 我就杀你 意思是这样 这个就是 特朗普的一种抵戏 OK 我想这件事希望大家明白 今天都讲得很长了 明天再说 对不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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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